HELLO 大家好 我拿到了我的新專輯 就是2019年的亞洲通牒 YA 這裡呢有拿到蠻多張的 對 然後後面還有幾箱 然後我們接下來還有更多箱會來 這次來台北呢就是要特地把這些專輯呢 搬回去馬來西亞 雖然馬來西亞已經換了新政府了 可是我們其實還是沒有打算 要把這樣的專輯在馬來西亞市面上發新 原因不是因為這個政府有什麼問題 是因為其實專輯裡面的歌呢 有一點點大膽 你問我它裡面的歌好不好聽呢 其實不好聽 最重要是它大 在唱片行裡面你進去看的時候 它就擺在那邊 非常明顯 非常顯眼 也非常的嚇屬 怕人家看不到 所以我們東西最重要除了 就是好之外呢 最重要你要大你要搶眼 然後讓人家看到 哇整個東西 欸黃銘志又出新專輯了 其實這個亞洲通牒呢 是算亞洲系列的第五張專輯了 我們亞洲系列的第一張呢 叫做亞洲通氣 然後叫亞洲通殺 亞洲通車 亞洲通吃 然後一直到亞洲通蝶 那為什麼一直亞洲亞洲呢 是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我是有一些idea 就想跟不同亞洲的歌手 網紅 或者藝人合作 然後到寫不同亞洲的題材 在裡面 結果我越做呢 就越久到越多朋友 就認識越多人 然後去到越多國家 就開始認識越來越多朋友 一起來玩 感覺一直一路玩 玩不玩的感覺 所以就出了這張 比較夠力一點的 這個亞洲通蝶 那我不知道這個亞洲系列 還可以玩到什麼時候 可能有一天玩到 沒有東西玩的 我可能會玩 非洲系列 歐洲系列 南美洲系列 大洋洲系列 或者南極洲 也是可以玩一下 改天跟齊兒一起wrap 所以今天呢我們要一起來 unboxing 就是來開箱 這個亞洲通蝶轉機 首先呢它這個方面呢 就是一個非常英俊的一個男孩子 戴著一個tuck life的眼鏡 你知道你們每次當 當當當當當 就是這個眼鏡 我們把它做成實體 就一般上我們在網路上看到的都是動畫的嘛 圖片的那個眼鏡 可是這個呢 居然是真正實體的這個眼鏡 看到嗎 就在拍照的時候 就是特地買來帶 符合這個tuck life 那種很酷的感覺 亞洲通蝶的英文叫什麼 就是Name way ultimatum to Asia 就是給亞洲的最後通蝶 然後這裡有一個 Do not copy Top secret 好像感覺很嚴重這樣 不要開玩笑這樣 然後這裡有我的鼻孔 看到嗎 有鼻孔 然後有 還有我的這個傷疤 這個疤疤這樣 感覺很man 你知道 然後還有我的頭的後面 因為一般上拍照很少人拍後面 好像類似龜頭的感覺 然後這個專機的背面呢 欸 就是我整個人的背面啊 這裡是我們的一些資料 還有這裡是我們這次專機的歌名 啊 值得一提的是呢 這一次的專機呢 有14首歌 看到嗎 平時專機只有10首 這次算是有一點大放送 因為它專機很大 你感覺放4首歌好像很吝嗇 所以我們就把一些比較大膽的歌呢 都放在這種專機裡面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馬來西亞呢 我們根本連申請都懶得去申請 因為太麻煩了 OK 現在我們一起來打開這個到底裡面 藏著什麼秘密 我們先把它的套撕掉 非常大的套 欸 打開了 然後這裡呢 就是我們好像在開文件一樣 我們把它設計成一個 好像類似通氣飯的文件的感覺 你知道嗎 欸 就這樣打開 欸 記得是上下上下啊 OK 打開了 然後這裡這個蠟風呢 撕掉就沒有得用了 因為一般上我們是用那個蠟呢 就是古代的時候他們會用蠟 放在這裡然後用那個蓋桿蓋蓋下去 它就變成一個比較固體的一個蠟風的印 可是因為這是我們的那個budget 沒有我們就把它做成一個貼紙 反正撕掉了就壞了 這種東西不用這樣花錢嘛 就大家省一下budget嘛 最重要是裡面好聽嘛 對不對 欸 我們就把這個蠟風撕掉 欸 打開了 裡面到底有什麼呢 我第一個看到的是裡面最大張的一樣東西 就這張海報 耶 這個海報呢 就比這個專家還要大 它就是這四專家海報 裡面呢就是寫上這個人啊 這個人他到底犯過什麼罪 好 大家可以讀一下裡面的罪 對 他犯過各種不同的罪行 都已經列在旁邊 非常的帥氣 也非常的壞 所以有一首歌叫我很壞 它裡面犯過比如說 交壞細路 就是高歪塞樓 廣東話 竊取黑幕 製造危險音樂 拍攝鏡片 煉乳 看到嗎 侮辱殺狗隊 散播真實消息 斜持青年思想 非法持有爆炸性文字 看到嗎 還有各種不同的罪行 就非常的聳動的一張海報 這個我很想拿回去香 在這牆壁上吊起來 以後告訴這個人的子子孫孫 這個人曾經做過什麼事情 其實值得一提的是這個造型呢 是其實用蠻精細的那個手工啊 把它慢慢一個一個縫出來的 這個造型我們其實蠻用心 希望大家有看到了 我們造型師的用心 我們來打開看裡面 第二樣東西是什麼 第二個也是蠻大張的一張東西 然後裡面呢有這個人的犯罪資料 它裡面有寫了一些蠻好玩的一些文字 你們有空可以拿回去讀一下 然後裡面有這些共犯的資料 也就是我們一起做音樂的人的資料 對這些人你們都逃不掉 所有你們的記錄裡面的檔案都在這裡 誰叫你們跟我一起做 對不對沒有辦法 然後這裡呢是一共有14首歌的一個credit在裡面 還蠻可愛的我覺得設計的 然後這裡有我們這個參與的公司 全部都記錄在這裡 所以呢台灣政府如果你們要找人的話 可以透過這裡來找 第三個在裡面會看到的是什麼呢 欸 這個是一封類似明信片的東西 就是犯罪檔案裡面的一些照片 你知道嗎 通常我們收到那些 就是你闖紅燈啊 或者是你超速的一些照片 他們就會寄過來嘛 所以這個檔案裡面會有這些犯罪的照片 那犯罪的照片呢 你看這裡有一個浮雕 這樣還蠻精細的 看得到嗎 浮雕 亞洲通牒 然後打開呢 裡面就是一張 在亞洲不同的地方 鬧事的一些圖片 比如說這個是在日本地震的時候 在裡面偷吃東西 日本輻射的時候 大家在調查的時候 欸 有一個神明病在上面丟東西 看到嗎 這個我們都是到實景去拍攝的 對 比如說這個恐怖分子 我們是約了恐怖分子出來 我們一起吃個飯 然後問他們可不可以拍一張照 然後他們就答應了 就拍了這幾照片 這個就是菲律賓監獄的情況 就是在我們在監獄裡面呢 就是 徹底就是取景 去到菲律賓 然後問他們可不可以進去拍一張 這樣 欸這個呢是泰國水災的一張照片 對 在水災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有去幫忙啦 所以就講 可不可以拍一張照 大家要擺一個post 比這樣 然後跟我一起合照這樣 然後這個是 四川大地震 當年歷史的時候 就蠻久的一張照片 就當年我們一起去救災的時候 一起拍的一張照片 看到嗎 看到我嗎 那這個就是馬來西亞著名的 Berset 黃色的大集會 這個東西也是蠻有歷史性的 你們找到我嗎 對 你們要去找 有一點像大家來找茶 大家要在照片裡面找到我的行蹤 這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個日本黃軍的大合照 然後有一個人在裡面拍selfie有沒有 還有呢 這個就是 就是緬甸羅西亞人逃難的時候的一些照片 然後最後一個呢 是台灣 風災的時候 的一些圖片 那個樹倒的時候 這些都是我們石井呢 特地去取景的 拍得非常辛苦 拍了大概將近一百年吧 這些照片 因為從歷史啊 以前特戰就拍到現在 其實蠻值得收藏的一組照片 這樣子 然後這個照片啊不只照片喔 在照片的背後呢 就是 歌詞啦 這是專輯裡面的歌詞 裡面有很多首歌 裡面有些歌 在網路上已經公開了 可是有些歌呢 還沒有公開 MV還沒有拍好的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再打開裡面 還有東西的 還有東西 欸這個就是大家熟悉的 你看到嗎 有一點年紀的人 就知道這個是什麼 太年輕的人 可能不太了解 尤其我們這種太年輕的 我就不太懂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們以前的那種 軟碟 軟的磁碟 3.5磁碟 就每次放在電腦 然後跑了然後換一張 再換一張 然後電腦才可以開 才可以用 就那個年代 就我們年輕人可能不太了解 就那個時代的人才知道 然後我們把它做成這個 CD的封套 亞洲通碟 然後拉出來呢 欸就是我們的專機的CD啦 然後這個CD打開 然後放進去裡面 按play就可以聽歌了 雖然我知道現在 播放器有一點少 包括現在出的車 都沒有這些播放器 可是不要緊 這個東西就可以當作收藏 以後你老的時候 可以告訴你的子子孫孫說 欸這個是一張CD好不好 就是從CD、DVD、VCD、LD、MD的年代 大家都有經歷過 當然我們這種年輕人 不太了解啦 我們都是用USB 還是我們直接上網聽歌 我們沒有在用這些無聊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太老了 這個東西我們沒有在用 不好意思 欸沒有了 所以這張呢就是我們完整的 這個亞洲通碟裡面所有的 一切的東西 裡面還蠻值得收藏的 所以如果在台灣的朋友呢 很幸運你們其實去到唱片行就買得到了 那如果在馬來西亞或者在海外 想要購買這樣專機的朋友呢 你們可以透過以下的這個網站呢 去購買這個亞洲通碟這個專機 其實應該是蠻限量的 因為我們偷渡回去馬來西亞 我們只有幾個人嘛 一個人哪不可以超過25公斤 所以我們盡量可以拿回去就拿回去 回饋給所以我想要收集這張專機 還有支持黃明志那麼多年的朋友 接下來我的每一場演出呢 或者去到哪裡有演唱會 或者是那種拼盤式的 或者商演也好 我可以把這張專機帶過去 然後如果大家看到我的話 可以找我簽名或者在現場 可能可以買到 也不一定 我們要看現場的狀況而定 那希望這個亞洲通碟呢 下一張還有機會 明年再出多一張 跟大家見面好不好 接下來找我玩的朋友 好像越來越多 然後只是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一直這樣做專機做下去 其實我還蠻珍惜做每一張專機的機會的 因為對我來講 做每一張專機好像在做最後一張這樣 因為我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也不知道接下來有沒有機會這樣一直做音樂 你知道嗎 有一些做音樂真的不容易啊 大家都上網聽嘛 又很多人喜歡倒宅 所以我們做音樂還蠻辛苦的 其實蠻多歌手都已經跑去 就是主要在登台啊 在大陸上節目啊 然後賺那些比較live的錢 就是請大家多支持這種 應該說是一個末代黃昏的一個產業 實體專機 請大家多支持這個 亞洲童蝶 NAME WE ULTIMATUM TO ASIA 插上你慢慢的鈔票 他還會走出電腦 陪你一起去走走逛逛 累了就睡懶覺 買包包 換包包 啦啦啦啦啦啦啦 只要開心就好 不要累 不要煩 就要美的 不要不要 我不放狗牙 咚到狗角 睡覺醒來就好 曾經是多麼tappy 多麼任性 曾經是多麼的白癡又多餘 曾經都只是曾經 別再提起 那些我們做過最沉的事情 怎麼辦 是真的沒有辦法 怎麼辦 怎麼辦 很耐燙 雖然他擺盡虛榮放蕩 研究不離四處為家 不想放開 不需要誰來記載 也許現在 也許未來 只剩一片空白 這是個無價的消耗品 在這裡 沒有人能體諒 尊重他背後的用心 和努力在陽明里玩以前 會被他把被遍地 付出的新鮮時間 換來的從來不成真比擬 聽他說大道理 告訴你手頭很緊 揮霍著名車現金 然後哭著傻叫的騙你 明明他需要你 卻裝作好不在意 殘酷的社會